所謂講到東鐵線的開段就想起先看一條東鐵線的路線 東鐵線是香港的第一條鐵路 所以這裏就是它剛剛的開始 這條線已經是由它第一開頭的時候已經開了很久 再看一看 大概條路線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先標記所有車站 由東鐵線的過海段 就是由最北面的羅湖和洛馬州開始 然後跟著延伸到 這條也是 新界北裏面的 市民去 去他工作或者上學的地方的人必經之路 現在我們先進行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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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把这个原有的铁路线 就是把原有的铁路线 是把原有的铁路线 把原有的铁路线连接起来 经过大围连接全马线之后 把原有的铁路线第一期通知之后 就经过九龙堂 经过旺东之后 就去到鸿磚 就是现时东铁线的终点站 如果把刚才那条线画起来的话 之后 就变成这样 当经过红磚站之后 东铁线就会经过第四条的铁路隧道 去到川国维多尼亚港 就会去到新起的回展站 经过回展站之后 就会去到港岛区的出级的全街站 金钟站 金钟站也都会成为全香港里面的四线铁路枢楼站 それ将成为港岛路线 fullness也逮捺到 относ波 Grö alto 全好啦 angean 这不太好 但是当经过去港岛沿的四线铁路站 回到西区也更容易,所谓东车线过海段就是将新界北的乘客去港岛的时间缩短变成铁路 但始终是快得多,但初期可能是需要时间去适应 但问题就是会不会减轻了洪水的车流呢?这个就是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